我觉得这辆 SUV 车型在马来西亚市场应该会有一定的竞争力 据说它的价钱跟 Proton S50 还有 Honda HR-V 非常的接近 而且是 1.5 公升 4 缸的涡轮增加引擎 这一款车就是还没有上市的 Cherry Omotify 今天我们就来试看看这辆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大家从外观设计就可以看出来这个 Omotify 其实主打的就是年轻人市场 同时它也是奇瑞进军我国市场的第一款车型 在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 这个前脸让人非常的惊艳 原厂将这个设计风格称为无边框设计 只要讲无边框 也就是讲这个水箱护罩跟这个 bumper是联维一体的 它不像一般的车子 它们是分开的 但是它这个是联维一体 而且里面的小季节做得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吗 一格一格楼里面还有这个小水晶 看起来好像黄黎的皮对不对 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除此之外 这一个日间行车灯跟方向灯 还有头灯组是分开的 也是时下流行的分体式设计 而且它们都是全LED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灯是这个sequential的设计 也是就流水灯 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除了这些细节之外 它们还有一几点来主打这个年轻人市场 就是讲这辆车采用了非常多的装色设计 可以看到 车色 镀割 然后这个红色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点的carbon fiber 它用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颜色 来碰撞出一个五彩缤纷的效果 我相信大概是20多岁的朋友看了 应该会很喜欢 不要讲20多岁啦 我自己看了 我都觉得这辆车还是非常年轻一下的 除了车头之外 它的车侧跟它的rim 还有它的车尾 全部都是装色设计 你可以看到吗 这个车轮 完全纯黑的设计 而且还有红色做点缀 完全就是一个风火轮的感觉 它的尺寸是8寸 配来这个轮胎 我建议各位准车主 如果想买这款车的话 轮胎可以换掉 因为这个轮胎其实比较偏假用了 它的抓地力就可能比较普通一点 它连这一个后视镜 都是红色加黑色的搭配 而且这边还内建了LED的方向灯 然后下面还有个镜头 这辆车是支援360度镜头的 而且它的360度镜头效果还不错 我们来看这个车尾 这个车尾的设计风格 非常的运动化 它甚至有一种Coupe SUV的感觉 然后这个尾翼 可以看到吗 它是双绳设计 上面是body color 然后下面是红色 然后中间夹着这个第三刹车灯 然后这个后面挡风镜的倾斜角度 是非常的小的 所以会造成呢 你从后视镜看后面的时候呢 这个视觉效果会有点影响啦 另外这个尾灯组连贯式的设计 然后这边写着Cherry 如果它点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尾灯 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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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是晚上的话 视觉效果非常的好 这边写着230T 代表着它是1.5公升的 无论增加引擎 在中国市场其实它们还有个290T 也就是1.6公升的TGDI引擎 不过那个版本暂时不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然后这款车呢 是支援这个电动尾门开启的 没有错 电动尾门开启 你不需要Optional 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 因为它被这个Late Coupe设计风格影响 所以它的尾箱空间其实小了一点 据说只有360L 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家庭来讲 可能是非常足够的 你打开下面的账板 其实它是有SPEAR DIA的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有轮胎破风的话 没有人可以救你 因为你可以换这个后备胎 有这个电动尾门就是方便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镀铬的材质 你会以为这个是排气围管 其实不是啦 这个只是一个点缀罢了 虽然讲这个是点缀 但是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 其实它是有这个 货真驾驶的双出排气围管 只是我不懂为什么要设计在这边啊 打开引擎盖之后 我很惊讶 就是这个大概11万左右的车子 竟然有这个油压顶杆的设计 很多比它贵的车都没有 而且连这个隔音棉 隔热棉都要cut掉 可是它都有 然后这具引擎是一具1.5公升的 四缸无论增加引擎但是没有GDI技术 最大马力表现是147HP 峰值扭力表现230Nm 这个引擎数据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出色 但是对于一般的日常使用来讲 我觉得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 尤其是它的这个CVT调教的非常的迅速 我甚至觉得它的CVT表现 可以跟很多的日系大厂相比 这个反应我是要给一个赞的 而且呢这个引擎据说它的热效率达到了37.5% 对于一具普通的1.5公升引擎 有到这样子的热效率 是觉得好像还不错 而且实际开起来感受也很好 但是如果它跟这个1.6公升的TGDA引擎相比 马力表现就逊色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很极致的运动表现 这台车的引擎可能满足不了你 但是如果讲你对于这个动力的需求 没有到那么高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内装设计 同样的也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内装设计很好看 它同样的采用很多材质作为点缀 这边是软质塑胶硬质塑胶跟Piano Black 组成了一个非常好看的Layout 而且这边有点Alcantara 你知道这两边是做什么的吗 这边一边是这个锁石的感应器 一边是无线充电机座 而且上面这个Alcantara可以有点防滑的功能 也就是讲我的电话放在这边 它就可以充电 而且呢如果我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它不会滑来滑去所以电话飞掉 这一点是很好用的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是电子手刹车跟Auto Hold 然后这边有这个驾驶模式切换Double Skinner 还有这个360度镜头 Home Button还有这个声量的控制键 这一个电子排挡杆 很值得称赞 手感很好 使用起来的逻辑也不错 而且重点是设计 看起来很像开烟 然后这边有两个自备架 自备架这边还有全全有氛围灯的设计 打开之后 这边有一个很深的置物格 而且这个置物格还有冷气功能 也就是讲今天如果你买了水过后 你放在这边你的车子是启动的状况下 它可以维持一定的冷度 但是不会太冷就对了啦 然后如果是讲作为年轻人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吸引大家的 就是这个座椅的设计 而且它是一个赛车同一的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高贵 很有AMG的感觉 重点是你看我的身高180亿 我坐下去这个包覆性支撑性都很好 所以长途驾驶的话 它可以给你很不错的这个舒适度体验 所以整体坐下去的感觉非常好 而且这些优点我只讲了一半 还有其他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主机跟这个数位化仪表 这个数位化仪表的显示是很清晰 只是反光可能会有一点严重 尤其是像这样子的天气下 你的影子啊等等啊都会反射 但是显示整体的效果还是清晰的 如果像你在开车的时候 这个荧幕会显示你车辆前方的讯息 跟Tesla一样 如果讲它detect到你的旁边有车 前面有车 左边有车 它都会显示在这边 而且是小型车跟卡车它都会分辨的出 这一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 哈哈哈这个触屏主机就真的是很多好料 它除了使用起来很流畅之外 然后还有这个360度镜头之外 它还有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听到吗 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我相信这一点呢它就赢了 除了这些的特点之外 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置物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从镜头可以看到 这个置物空间非常大 是双层的 然后这边有两个USB 普通跟Type-C 然后这边有个12V的电影供应 如果是讲今天你要放水壶 你要放包包 你都可以放在这边 所以这辆车不管是男生女生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 这辆车的氛围灯设计呢 可能没有其他品牌那么五彩缤纷 但是小细节做到是绝对到位的 我们除了可以自由的去切换颜色之外 如果你是使用这个音乐播放器的时候 这个氛围灯会随着你音乐的节奏来更换颜色 所以晚上的时候蛮有那种Clubbing的感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可以很适应年轻人 都是那句啦 不要讲年轻人 其实我自己都喜欢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我可能要小小吐槽一下 就是这个Piano Black 看起来虽然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使用之后会沾到指纹 你去擦的时候也很容易弄花 而这边有一点点的花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的村车主呢 需要去照顾一下的 然后还有一点 这个我觉得一直以来是中国车的强项 就是堆料 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车子上面堆很多很多很多的料 例如讲这辆车拥有先进的安全配备 全车系标配 例如讲这个ACC 啦 例如讲车车盲点侦测 车道维持系统 前方撞击 易径等等等等 这辆车不管你是买到哪个Spec 都拥有 而且顶级版本的Omoda 5 配备的是Sony 音响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听到它的行车很安静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辆车采用了双层玻璃的设计 双层玻璃哦 很多卖到20万令吉的车款都没有双层玻璃 可是这辆大概是11万左右 它就给你有双层玻璃 所以我必须真心的讲一句 Omoda 座椅的皮革是真的好 你看我的手啊 看它超软 而且你按下去之后 它不会有那种多余的皱纹 看到吗 超软 而且这个前面的座椅背后 同样的也是这种超级好摸的这个皮革 看到吗 所以这辆车的这个质感这一部分 我觉得做的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一辆V segment 所以它有些地方的材质 可能是不是那么到位溜这样的门蛋 但是这边也是有这个质感很好的塑胶 所以怎么去抉择就看你自己个人 然后这辆车其实它的车长大概是4400mm 轴距是2630mm 定位置在V segment的XUV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 会拿其他的V segment的XUV来对比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我觉得是中规中矩 没有到很好也不会差 你看到吗 前面是我的标准桌子 然后我的拳头大概是有一个拳头 三个指头左右 我的身高是181 然后这个车顶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压迫感在 但是因为它是白色的关系 所以这个压迫感并不会到太明显 如果讲点身高 不是像我那么高的话 坐下去压迫感就应该不会那么重 然后这个座椅 是软的其实 不过我觉得它的椅垫支撑不是很够啦 然后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 最近很多人很注意这个椅背倾斜角度 这个倾斜角度我觉得是有一点直 但是它的椅背的部分 它有进行一个挖槽的设计 就是会比较深一点 你坐下去的话它会比较贴合你的背部 坐下一点 舒适度是还可以的 因为我其实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有特别在坐下后座叫我的同事开车 我们大概是走了大概有2到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路程 然后我觉得这个后座是我可以接受的 而且后悬吊的弹跳并没有那么的明显 这个后座在这个B segment里面应该是属于中上的水平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只是这个风量并没有太大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USB插槽 不过只有一个罢了啦 可能后座成个要充电的话可能就要互相迁就一下下 大家买了新车之后应该会增加一些accessories 在这边介绍你这个70mm的A400 dashcam 它拥有前后的镜头 1440p跟1080p的分辨率 重点是前面镜头还有145度的超广角 然后你可以用App来控制跟Download footage 在你的电话里面是不是很方便 重点是现在你在Auto Toyota My购买这个dashcam呢 你还可以享有折扣 记得输入邮会码 购买链接我放在下方简介栏 记得来光顾一下哦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这个Omoda 5 这个其实也是我第一次驾驶这款车 所以我有一些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根据官方预设的价钱 它的价位会非常接近跟Proton S50 所以我就会拿它来跟Proton S50做一个比较 如果是讲驾驶感受的部分 这辆车会比起Proton S50稍微solid一点 但是它们整体的调性都是比较偏向以前的日系车 这个方向盘它有两个模式可以选择 一个是Comfort 一个是Sport Comfort 模式下 Steering 会非常非常的轻 但是换了Sport 模式之后 这个方向盘也没有中手中手 它的路感会有一点点的模糊 但是这种比较轻手的方向盘 如果是在你市区驾驶或者是在达曼转来转去的时候 它会显得非常的灵活 所以我把这辆车定位成这一个市区驾驶的XUV 在市区驾驶开的感觉非常的不错 然后它的这个底盘也非常的怎么讲 也非常接近日系车的感受 尤其是像这个Vios 跟像这个Yaris这样子的感觉 我并不想它底盘不好 就是它的底盘是偏舒适性的 尤其是它的悬吊 它的悬吊在我经过一些减速带 或者是坑洞的路面 像这边就是有个黄色减速带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车 它在吸收这个震动的方面是可以的 它的这个悬吊设定并不像它的外观一样 是那种比较偏运动偏硬朗的感觉 这样子的悬吊在市区驾驶 你会开的很悬翼 加上这个比较轻手的方向盘 完全就是在市区驾驶的Profit Mesh 可是如果是讲你今天是比较需要这个 激烈驾驶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方向盘会比较不跟手 然后悬吊的这个body roll会比较明显一点 OK 像现在我试一下舌行 你看我舌行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从画面看得到吗 其实这个车辆的这个steering的响应程度 跟这个body roll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建议各位准车主 如果你是买到这款车的话 你要知道它的丢性 这辆车是一辆舒适的SUV 舒适跟科技感兼具的SUV 所以它给不到你很激进的这个驾驶感受 如果你是要很激进的驾驶感受 可能你就要看别的品牌 可能类似像是2008这样子的车款 而总体而言这款车其实还蛮适合那种在白领 就是时常在开车上下班的人 这个动力配置跟这个底盘表现 是绰绰有必要的 然后这个引擎跟变速箱 是比较重点分享的细节 其实我时常会去这个中国网站 看这个中国网友对这个奇瑞的用车感受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奇瑞就是一个技术仔 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外观设计 跟这个内装设计上面下太多功夫 他们主要的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引擎跟变速箱的相应 当然OMODA很帅 然后在引擎变速箱上面也维持了这个特点 尤其是它的这个CVT 这个CVT的反应我是非常的喜欢 OK 我做一个示范 现在大概我的时速是40左右 然后如果我要再加速的话 等一下 我过了这个弯我再试一个再加速 OK 现在我的速度大概是50左右 OK 我再加速 你可以看到吗 看我这个车窗这个 这个车辆加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意思就代表着它的CVT 并不像是其他的CVT变速箱 就是那种Rubber感会很重 这辆车的变速箱是有一点Rubber感 但是它整体的反应还是非常的迅速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提速是快的 当然引擎的部分 这个引擎你在拉高转速的时候 它的声浪是会比较大声一点 可是我feel的到这个引擎是细腻的 因为它并没有太多的震动 传到我的steering 然后传到我的踏板 值得一提的 这个踏板 油门踏板是那种风情式设计 整体采放的感觉也非常的爽 在这个V-Segment SUV 它真的是给到很多同级对手给不到的东西 这一点是必须称赞的 所以整辆车给我的感觉 它真的很像以前的日系车 它给到你一个很成熟的动力配置 然后它给到你一个很舒适的底盘 让你在进行一般的通勤 一般的point A to point B 有一个很舒适的感受 当然这个也是有优点的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它这个运动感受可能会稍微折扣一点点 至于为什么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有马来西亚版本的关系 因为我们引进的是这个1.5公升 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 匹配的变速箱是Trosion Bean 如果说你要这个Multi Link的变速箱 你要去到这个1.6TGDL的版本才有 那个的运动感受表现可能会强烈一点 可是目前为止我开这款车 我开到我是满意的 如果满分大概是100分左右 我会给到它70分到75分左右 它比起X50出车的地方 主要是在这个悬吊跟这个底盘的扎实度会略好一点 虽然两者的这个风格很像 但是它的会比较solid会比较扎实一点 然后这个动力配置 我如果要去跟X50的Premium比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这一辆车的这个动力配置 因为Proton X50的这个Premium版本 它是这个也是MPI Turbo 它的马力大概也是一模一样 大概是150PS左右 如果你真的要去踩的话 Proton X50的那个反应 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responsive 没有那么迅速 可是这辆车基本上它是做到随传随到 它不会有太明显的turbo lag 这一点也是我觉得 这个是它的优势的点啦 但是如果整体来讲的话 它对于X50的这个Premium版本 它是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如果你拿到顶级版本去跟Proton flagship比的话 就有互有胜负 因为Proton X50怎样 它的TGDI引擎的动力配置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它是赢在引擎 但是可能输在底盘的表现 我必须讲一个老实话 这个是我其实是我 第二次驾奇瑞的车款 第一次驾奇瑞的车款 第一次驾奇瑞的车款是在2015年 那时候奇瑞还没有正式的推出马来西亚市场 然后我有幸测试到它们的一款MPV车型 但是当时我对那款MPV车型的感受就没有那么的好 我对它的这个看法就是普普通通啦 可是再经过了一个八年之后 我再一次做上这个OMODA 5 我感觉到奇瑞的进步 尤其是这个整个底盘的表现 我相信不是奇瑞做不出运动的底盘 是它们明白大部分的人用车 其实主要讲究的就是一个比较流畅的驾驶过程 然后一个比较好的动力响应 这一点OMODA 5肯定是及格 甚至是高于平均分的 可是就是有好有坏看你自己怎样去抉择啦 它的运动感受确实是输一点点 可是大家都看得到马来西亚每天都塞车 所以你很好的运动感受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这个就见仁见智啊 你问我它是不是一辆好车 我觉得是 而且我听到它的预售价 不过暂时还不能公布 它的预售价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所以大家对这款车真的有兴趣的话 就期待一下它在这个6月尾7月头就会发布 我相信它发布之后 大家看到那个价格应该会很惊喜 然后再试驾到这款车后 会发现到其实这款车是一款不错的车 好啦以上这一个就是我这个基本的试驾感受 我后面做一个Samurai这个总结 如果这辆车真的要比的话 它跟X50跟HRV对比它最大的缺点 可能是在这个引擎的动力不够它们强 但是其实这辆车的动力算是OK了的 然后它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多那种比较 Fancy比较先进的功能 然后它这个Engine跟变速箱的搭配程度 会比起很多中国品牌好 我觉得其他的中国品牌可能要跟奇瑞 学习一下这个引擎跟变速箱的搭配啦 这一点它们真的是很强 OK啦这个就是我对这个OMODA的初次试驾分享啦 作为奇瑞回归马来西亚市场的第一款车型 你可以看到它们在这款车上面真的是堆料堆到十足 Sony的音响双层玻璃 然后还有这个很好的皮革等等都是同级没有的 还有最让我惊讶的就是油压顶感 有些D-Segment甚至没有油压顶感 可是它竟然给到你油压顶感 这一点真的很值得称赞 另外呢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加入 也证明了它们是了解海外市场的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一点真的很值得其他的品牌去学习一下 当然这辆车也不是没有缺点 就是它的那个后座的空间压迫感可能重了一点 这个引擎的动力就比较普通 它不会到没有力 但是如果你需要很运动化的表现 其实它也不是能够满足到你 可是油耗表现确实是让人有点惊讶啦 在这几天的试驾我平均拿到的这个油耗大概是8L 100km左右 如果是讲长途驾驶的话它会更省 奇瑞的这个引擎跟变速箱的搭配其实也非常的成熟 它的CVT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 这一个就是我对这个Omoda 5的初步感受 据说它的价位是在这个Proton X50跟Honda HR-V的之间 起步的价格会跟这个X50 Premium接近 不过可能贵一点点 但是配备更好 不要忘记它是全车系标配Ardax 这一点我觉得应万的 怎样? 这辆车会不会吸引到你们? 而据说啦 原厂在5月的这个马来西亚车展上面 它们会有这款车跟这个TGO X Pro试驾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它们的详情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这款车会在2023年的6月为发布 届时我们有机会的话也会为大家带来一次 新车介绍跟新车试驾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我们会对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我们下次见 拜拜